韩国天团Big Bang去年发生地震 成员胜利经营的夜店爆出连串丑闻之后 3月宣布结束13年的演艺生涯 并且离开Big Bang 而涉嫌在2016年10月吸食大麻 而被判还行两年的成员Top 在去年7月正式退伍 队长GD 太阳与大声 也分别在10月以及11月完成兵役 不少粉丝都期待 四人阵容的Big Bang快点回归乐坛 最新就有消息指 他们已经落实出席4月 在美国加州举行的科切拉音乐节 Big Bang所属的YG事务所 透露Big Bang收到科切拉音乐节的邀请 而音乐节将在10月10日至19日 在加州英帝奥举行 主办方也透过官方社交网 公开演出阵容 Big Bang将作为YG事务所的代表 在4月10日及17日 在音乐节担任表演嘉宾 不过Top曾经在回应网民恶评时 指自己并不付出的打算 因此Big Bang以四人阵容 出席科切拉音乐节的消息传出之后 不少网民都大表不满 另外成员大声去年7月 被报他持有的江南区物业内 有人经营安排性交易的非法娱乐场所 当时大声澄清自己并不知情 但就为管理不善道歉 警方最新表示 已经已涉嫌无牌经营娱乐场所 违反食物卫生法及安排性买卖等 向检方提出不拘留起诉 56名业主以及店主的建议 而警方指 未有发现大声包庇非法娱乐场所的证据 所以建议不起诉大声 另一方面 由于之前发生的一连串不愉快事件 不少粉丝对Big Band的未来感到担忧 目前4名成员还未与YG续约 但有知情人士指 双方都对续约仪式表现乐观 但YG方面就拒绝透露详情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